早正好,我们醒了 看奥斯卡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出去了 昨天晚上这边下雨啊,晚上有点冷 所以我们空调昨天开了一夜 然后早晨起来还剩88的点 但是我们随便跑一下,跑个一几小时 它就满了 遛狗遛狗 那我先出去把这个垃圾丢一下 因为它这边有野狗 所以这个我必须先把奥斯卡领到那边去 来走 你把后边弄起来,我把它灌满 到这个水地区两个再配合 所以说这个车上没有一件东西 所以说这个车上没有一件东西 因为我是不行的 因为你也是不行的 所以就不要想什么 把我自己打的 我们即将就要出发 然后今天把路上的茶泡着 咖啡泡着 对吧 路上就有的喝 然后今天我们的早餐 吃点饼干之类的 然后找到地方之后我们再 好好吃 因为这周围确实没什么可吃的 要不然还得再去市里 这一上午这边已经人很多了 还好我们走的比较早一点 走了 这就出发 车上吃早餐 然后到服务区再说 今天我们要去找地方到黑水箱 黑水箱要到一下去服务区 这就出发 现在等会儿扫一下那个马 它这个地方好像应该是扫马交费的 好像是这个牌子后边有一个马 这边晚上停车是24小时10块钱 走了 我们应该是在要右转 我说广汉这边要上高速直接走了 今天不就是高速公路一日游 四百五十米后到达广汉三星推收费单 广汉这边要上高速直接走了 你们先去看三星堆 放逛的入口 你们要找我一提示的 我们到这广汉停车区先下来了 因为我们要处理我们的屎箱子 厕所 厕所我还锁起来 从来没开过 把它钉出来 钉子进去 处理完毕 是关着了吗 怎么感觉好像没有关住的样子 然后我们这两天没有加油 要去那边顺便加油 来 今天的事情就解决完毕可以安心 7块5 价格好像柴油最近价格很稳定 就7块多 有加码 我们下去下个站里边买的店 手吃 可以继续出发 今天我们出发这个天气啊 看着好像像是下午晚上黄昏的样子 但其实也是早晨 如果是大晴天 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雨 你看这地面还没有干呢 查了一下这个我们未来的这些路上 基本上都是阴雨天 又开始了 我们到了县安府去换一下驾驶人 让倩倩也熟悉一下这个车 卡兹你要不要去后边去 给钥匙 是我的面面 好 女司机上线 走吧 对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走 路在哪 路在最边边上 从那边走 路在后 哈哈 还可以吗说的 可以 这个车 你之前开过的呀 高速的时候慢点跑 就跑100就好了 现在已经把车开上了 你觉得这个车和我们大通车哪个好开 以前的好车 是吧 对 这体验就对了 因为这个伊威克它是低速强高速弱 比如说大通你高速上开到1405还是稳稳的 但是伊威克你开过120 你双手都是汗 把整个车都飘起来飞起来 所以这个开说舒适性的还是大通要好一点 高速上 但是呢伊威克很多人误解 还因为它高速也很强 其实它高速很弱 只能开到就是卡着限速跑 然后车左摇又晃 方向盘抓都抓不住 我们出发的时候海拔大概是1400左右 中间没有经过海拔太高的地方 然后现在在四川附近吧 海拔是380多 所以这气温上升也是很厉害的 今天外边到的 19度 到了中午的时候就很热了 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经过这个隧道 但是给你们看个东西 奥斯卡还喜欢喜欢待在后边 他不喜欢回那个里面去啊 那里面其实更软一点 他喜欢在下面这个垫垫这儿 就在这儿坐 他还不上这个凳子上去坐 傻傻的 一会儿就睡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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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儿 要吃中午饭了 我们就在户区里边 下去逛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没有我们在车上自己搞的 吃 等会儿让奥斯卡下来逛一逛 咱我们去啊 看有没有什么吃的 活动活动 零食 我已经开了灶台了 有肉活动 老通关子 老通关子这儿肯定不行 要不去超市逛逛看 要不去超市逛逛看 买点什么小零食 那可以啊 咱们现在这儿肯定不行 要不先去逛个超市 趁饿的时候买东西 能买点 进去搞了点零食哈 什么小土豆之类的 因为这里确实没什么吃的 现在开这个车还是有点紧张 所以还是我来开吧 多少有点慢 小土豆晕搭的 就这样我们离开我们的副区 现在刚刚开这个车啊 还是太紧张 因为这个 伊威克它在高速上 它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跑过一百之后 就开始有侧风 就会飘得很厉害 不像大通 走去长 然后车重 我们这个车其实也够重了 但是还是会飘 所以呢 开锁换我来开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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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坐这床是不是 哈哈 对 今天我们跑了几个小时啊 然后 到达了云南省啊 上面写的云南省交通 就是我们离开四川 就原本打算去在其他地方再去吃一吃 但是呢 到云南有事情 所以先去云南 去西藏之前走这种高海拔缺氧路段之前 在云贵去 云贵穿这样的路 去跑一下 去试验一下这个车 性能怎么样 对吧 才能了解这台车 所以这次我们从四川进云南 也是这个目的 全部都是大波 然后以及几万 高速不是好好看啊 高速不是好好看啊